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这个休赛期,不少球队都完成了阵容的换血工作,改变了球队的阵容格局,洛杉矶快船也不例外。 在失去了保罗·乔治等人之后,快船一口气牵下了包括巴图姆、小德里克·琼斯、班巴这些球员,甚至他们还引进了实力不俗,但是是更衣式刺头的小凯文·波特。 看起来,快船为了弥补乔治离去的空缺,他们是心一横,只管实力,不看其他隐患了。 不过,快船的运作并没有结束,他们仍在努力补强球队的薄弱位置。 早些时候,根据NBA记者WOJ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快船已经和爵士达成了一笔交易。 他们将微上一个次轮迁的互换权以及一些现金送去了爵士,从而达成了先迁后换的协议,得到了克里斯·邓恩。 随后,根据补充报道称,邓恩预计将会和快船达成一份三年1700万美元的签约。 这笔交易达成之后,首先,微少的快船生涯迎来了终结。 当然了,这也没有出乎外界的预料,因为微少在季后赛首轮拒六升死战只是象征性地得到了九分钟出场时间,他已经不在太伦卢的轮换计划之中,而随着乔治的离队,微少在快船也没有了支撑。 如此一来,微少和哈登的第三次联手,和双方第二次在火箭携手时一样匆匆散场。 只不过这一次,微少已经是边缘人物,拿着在NBA当中属于低廉的合同,而哈登那边基本确定仍会留在家乡球队。 根据补充报道称,微少不会去爵士报道,他会和爵士完成买断,随后将会加盟绝金。 和很多超级球星陨落一样,微少作为一招先吃变天的球星,随着年龄的上涨,在技术打法层面始终无法做出改变的他,由于突破和终结能力的下滑,他最赖以生存的进攻方式被死死限制住了。 如此一来,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么微少的那些弊端就会更加被无限放大。 没有投篮,容易上投,进攻时常成为负担,防守更是无法延续态度,这样的一名攻防都存在隐患的球员,在微少能力还不错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能用双刃剑来形容他对于一支球队的价值。 而现在他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双刃剑的反面,正面能力已经很难展现出来了。 说难听点,如果不是因为波普的离队,绝金都不一定会追逐微少。 看起来,他们也只是在接连失去杰弗格林,布鲁斯布朗,波普这些冠军功勋,并且在市场上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司马当作活马来依,用底薪的价格去做一些尝试罢了。 而对于微少而言,为绝金效力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还能展现价值,那他仍会在联盟效力一段时间,否则他可能就要被迫离开。 其次,在邓恩加盟之后,快船新赛季的整体阵容可能没有正式确定,毕竟管理层还在兜售PJ塔克以及海兰德,但是快船的核心轮换阵容基本不会改变了。 有媒体已经晒出了快船新的首发组合,而他们常规赛9到12人的轮换阵容,不出意外,已经全部出炉,剩下的就是磨合。 首发方面,哈登,伦纳德,祖巴斯,小德里克琼斯这四个人的位置非常牢固,剩下一个后场的席位,大概率会是曼恩。 而在替补层面,鲍威尔依旧会是这支球队的第六人,邓恩和小凯文波特会在某些时刻组成后场双人组。 巴图姆和科飞则是封线上的核心轮换,再加上空间形内线斑巴,快船这里就已经占据了11个轮换的席位,剩下的年轻人则是需要通过训练当中的表现来竞争出场时间。 在没有其他大交易的前提下,到了季后赛,快船只会继续缩减轮换,他们目前阵容给人的感觉,虽然球星少了一个,但整体似乎更稳健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一番签约交易调整过后,哈登身上的担子无疑更重了。 看上去,快船能打球的人确实更多了,小琼斯可以承担防守任务,曼恩和他两人能够完成扫荡, 帮助核心球员解决大部分的轮换防守麻烦。 替补的巴图姆、小凯文波特都是可以持球处理球的球员。 本身鲍威尔就是一名出色的得分手,加上邓恩的加入快船不缺打球的人。 然而,这些不过都是理论上的东西罢了。 这些年,哈登身边的队友都很出色,阵容整体实力强大。 但我们总是能够感觉到,哈登所在的球队,最后打着打着,就成哈登一个人带队的球队了。 别看快船现在的轮换人数众多,能打球的人多,实际上谈到核心,也就是伦纳德和哈登两人。 在过去这个赛季,伦纳德最后时刻的伤病问题让快船很头疼,虽然乔治季后赛发挥不稳定,但是再不济,他也健康陪着哈登打完了季后赛。 现在乔治走了,伦纳德的膝盖在休息了三个月的情况下,美国南兰仍认为他达不到出战的要求和标准,甚至有人表示这种膝盖炎症无法根治,并且肯定会复发。 而伦纳德作为一名职业球员,他这些年的复发非常频繁,现在连威少也被送走了,一旦伦纳德的膝盖再出问题,最后快船能指望的只有哈登。 来往时期,哈登单和带队导致了腿筋拉伤,七六人时期他季后赛因为恩彼得的受伤,多次单和出场。 现在到了快船,哈登仍无法以一个健康的阵容出战,而且他所在的球队受伤的永远都是核心球员。 这确实让人感到唏嘘,幸运女神始终不站在他这一边,下赛季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开始担心哈登是否会再次变成单和带队了。 NBA知名记者劳穆雷最新报道,快船队正在联系提湖队讨论英格拉姆的交易,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达成这笔交易,并进行了实质性的对话,提湖在严肃评估快船队提供的报价方案。 快船续于哈登,牵下波特,琼斯并重新召回巴图姆,再加上伦纳德作为战术核心,现有阵容能确保打进季后赛,可是要想竞争总冠军,势必要进一步补强阵容,填补乔治离开后锋线上的空缺。 老板鲍尔默没有重建计划,快船交易走了大量选秀权,未来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只能继续走,现在就夺冠这条路。 老木雷说道,现有交易市场上的球员,英格拉姆引起了快船队的浓厚兴趣。 哈登转变打法,以船球为主,下赛季恢复进攻状态,可以在关键时刻得分,更多时间里需要可靠的进攻点联手伦纳德。 26岁的英格拉姆正在步入职业生涯黄金时期,上赛季场均攻下20.8分,5.7助攻,5.7篮板,投篮命中率49.2%,三分球也有36%的命中率,毫无疑问是快船最理想的前锋人选。 快船队管理层认为,英格拉姆是能改变球队困境的新鲜空气,英格拉姆联手哈登和伦纳德,足以重振快船队的阵容实力和球迷市场。 交易得到英格拉姆,将延续快船不断缩短的夺冠窗口。 快船多名高管透露,随着伦纳德和哈登进入职业生涯后期,英格拉姆可以继续作为舰队核心之一,让快船队保持必要的竞争力。 目前交易市场上,快船没有找到比英格拉姆更合适的交易对象,总经理劳伦斯·弗兰克已经与提湖总经理大卫·格里芬进行了实质性的沟通,双方都在朝着达成交易的方向努力。 相较于爵士队总裁丹尼安吉,大卫·格里芬是更好应付的谈判对象,快船队不必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就有机会与提湖队达成交易方案。 提湖队无法与英格拉姆达成合适的续约合同,也在寻求合适的交易方案让彼此和平分道扬镳。 英格拉姆进入合同最后一年,下个赛季薪水3610万美元,交易达成后快船不会触发劳资协议规定的第二档奢侈税征收线,又能让球队达到夺冠的实力。 快船给提湖队的初步交易报价为两个首轮选秀权,2030年首轮选秀权,2027年或2029年首轮选秀权互换权,以及未来两个次轮选秀权。 此外,快船还将PJ·塔克和诺曼·鲍威尔打包送出。 考虑到英格拉姆的合同只剩一年,快船队这个交易方案相当有诚意。 提湖管理层正在认真考虑快船队的交易方案。 老木雷说道,英格拉姆的续约工作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提湖队很难获得更好的交易回报。 交易完成后,快船队组成伦纳德、哈登、祖巴茨、琼斯和英格拉姆的核心阵容, 替补席上还有曼恩、巴图姆和波特等优秀的轮换球员,依旧具备竞争总冠军的实力。 更重要的一点,这笔交易让快船队的薪金空间更加灵活,足以给英格拉姆一份四年超过两亿美元的续约合同,让这套阵容至少保持五年左右。 老木雷透露,哈登队这笔交易也持开放态度,愿意和英格拉姆一起打球。 考虑到哈登与英格拉姆曾经的冲突,快船管理层询问过哈登的想法。 老木雷说道,快船和提湖队的交易谈判比较顺利,双方可能需要寻求第三支球队参与交易,将彼此的利益最大化。 大家觉得快船下赛季会走到什么位置呢?球队还会不会有大的交易呢?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